好 现场最新消息带来关心的是 前总统陈水扁所在的台北看守所 现在爆发了收入这个管理员的贪赌弊案 而最新的消息是有五名的管理员 已经被这个板检附训了 其中一人呢已经遭到了深压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乃杰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乃杰请说 这个检调呢 持续侦办这个台北看守所贪赌弊案 在刚才呢传出最新的进展 就是呢今天有一名前任管理员呢 他叫做于金龙 他在刚才呢是被移送到这个板桥地检署来进行复训 在刚才呢那个这个复训结束以后呢 检察官呢已经决定了 向这个院方来请求深压 来请求积压这个于金龙 那又了解呢 检方这次侦办这个弊案呢 是总共约谈了13个人 在昨天呢分别有三位这个受刑人家属 已经是五万元交保 还有两个受刑人人是还押 那今天呢是经过这个漏夜的 这个证讯以后呢是有这个八个人包含这个五位 现任管理员还有三位前客呢 是被移送到这个台北 移送到这个板桥地检署来接受复训 而在目前呢是有一个人被检方生压 至于其他的七个人呢会不会下场 跟这位一样呢 本台也在这边呢持续为您关注 以上是现场的这件事情 把镜头还给同类 好谢谢乃杰连线报道 刚刚我们通过画面也看到了 这一位前客于金龙 他目前已经被深压获准 而至于其他的人 我们的相关案情也会持续的来带您掌握